铁达尼号观光潜水器泰坦号失事至今10天 搜救单位终于打捞到罹难者遗体 而这次连带也找到许多大件潜水器的残骸 将运往美国来分析 遗体也将由美国一届专家鉴定 而泰坦号6月18号下潜过程当中 疑似发生灾难性内暴 舱内5人包括潜水公司CEO全数罹难 这次也参与调查的加国警方 不排除展开相关的刑事调查 泰坦号罹难者亲友的等待终于告一段落 却也目睹心中最大的痛 继失踪80小时后 在海底找到部分残骸 28号另一批残骸 随着加拿大搜救船地平线北极号 在加国纽芬兰 圣约翰港上岸 当局初步推测当中有罹难乘客的遗体 从垂钓到上车运送 全程盖帆布 谨慎处理 这次打捞到多件大型残骸 包括结构相对完好的前端观景窗 以及钛金属结构 不过失事后遭外界质疑 安全性的碳纤维压力舱 明显在深海中解体 领导调查的美国海岸防卫队 表示最新一批残骸将运往美国港口进行分析 泰坦号6月18号在离岸700多公里处 下潜前往铁达尼号沉船残骸时 一次承受不了水压 发生灾难性内爆 舱内5人包括潜水器公司CEO 全数罹难 这次也由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调查 由于泰坦号从加拿大纽芬莱岸出发 加国警方也不排除展开相关刑事调查 张立德编译